这才会怎么滑呢 你看忙啥 这个柜子差一点是昨天晚上下着雨 这是你用瓷砖做的橱柜 对吧 这是放在厨房还是放在卫生间的 厨房卫生间都可以 都可以是吧 上次我们这个节目播了之后 很多的网友就跟我们提了一个要求 说他们看到了你的一三代机器非常厉害 转一个孔大概只需要 我试了一下最快三分一是二秒 三秒 是不是三秒 三秒一二 三秒一二 对对不是的 那吓死人 两分钟转了多少 两分钟转了21个孔 对对 但是很多人呢 他就想看一下你的第一代机器 这个效率怎么样 你的第一代机器现在也有那个在使用吗 有 第一代就是慢 慢 没有 这个是第三代 对 是第三代 哦 这个第三代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代好不好 我们测试一下第一代行吗 哦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是的目的就是测试第一代 看这个第一代砖孔的效率怎么样 好不好 这就是第一代 哦 好 这是第一代 对 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发明的 那是 那肯定是吧 肯定是啊 有专利是吧 有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专利啊 可以 不过这也可以确信啊 就是 你懂 第二代呢 第二代现在还没组装 因为 时间很紧张 一直在忙 哦 第二代还没组装 它这个 第一代就是因为它是捏的 是吧 不是那种旋转的 对 是吧 我记得我第三代是旋转的 哦 那这五 那咱们试一下啊 五级变速 哦 这个效率就慢慢一点是吗 这个肯定没有那么快的 我们测试一下好不好 看这个第一代 这个这个 第一代等于是被淘汰的产品啊 我们大概测试一下 杨总的 这是第一代产品 因为第一代产品 我们拿过来对比一下吧 你把第三代 嗯 第三代和第一代拿过来对比一下 嗯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杨总发明的第三代 它的是这种方式 看到没有 手拧着 然后有熊航 怎么还有熊航呢 还有正道 还有倒车啊 哦 倒车定速熊航 怎么 为什么要倒车呢 为什么要倒车呢 有的时候那个算成的 也需要你反转 哦 反转和正转 熊航 这个啥玩意啊 熊航就是可以一直转 自动熊航 哦 就一直转 一直转 哇 你这个把汽车上的东西都悠转了 那么呢 它这个呢 就不一样 电机好像也不一样 电机也小一点 电机小一点 对 支架 它整体也是小一点的 哦 那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费水啊 哦 这个是循环水 循环水 不浪费水 哦 就一桶水 可以 对吧 可以做很多磁砖的 哦 可以钻很多磁砖 下面有一个桶收起来的 哦 有水泵在循环 哦 这么回事 不浪费 哦 这个就是用卡的 这个就比较原始 哦 哇 我我感觉了 这个感觉呢 就像开手服拖拉机 这个感觉呢 就像开奔驰 对吧 类似于这种感觉啊 好嘞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看 你的第一代机器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好不好 测试一下第一代机器 大概用多长时间 好吧 你肯定比第三代要慢 要慢啊 一百开始 哇 哇 这 这怎么全都奔的是水呢 哇 我奔的是这全是水啊 我这个天啊 哇 哇 哇 天 这个就是 哇 这这个 这是不是水开大了 嗯 你看这就是三代和一代机器的区别啊 我们从这一个测试就能 这水多的钥匙哇 这个天呐 嗯 再小一点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为了满足网友的这些好奇心 嗯 31秒 赚一个 再再来一次好不好 啊 那还会怎么滑呢 啊 就是这个 没有那个定位 轻松 没有定位轻松 你看有一个护轴器 还定位 还有一个护轴器 哦 那这个有点堵了 这个有点堵了 这还有一堵啊 嗯 为啥 因为第一代 他没有那个 第三代设计的好 啊 就是不完美呗 对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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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